澳联储加息开始刹车 紧缩的货币政策将要转向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ld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昨天澳联储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 加息25个基点 将现金利率提高至2.6% 低于市场预期的50个基点的加息幅度 这也是澳联储连续三次50个基点的加息之后 首次减缓了加息的幅度 在美国快节奏大力度的强势加息政策之下 澳联储跟不起了 澳联储主席洛威在会议中声明 目前澳大利亚的经济继续稳健的增长 劳动力市场非常的紧张 举多的公司在招工方面 人力方面遇到了困难 8月份的失业率为3.5% 继而约为近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并且职位的空缺和招聘广告 都处于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这表明在未来的几个月内 失业率将进一步下降 物价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因此澳联储的首要任务 是将通胀控制在2%到3%的范围之内 预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澳联储将进一步提高利率 这是使通胀回落的必要条件 澳联储仍然坚定决心 将通胀恢复到目标的水平 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实现这一目标 从这份声明当中 不难看出澳联储依旧是要加息的 只不过加息的力度可能就由此减弱 一方面是澳洲的通胀数据 并没有美国的那么夸张 再就是澳洲的经济实力 也不允许像美国那样的加息的力度和频率 或许此次会议将会是澳联储加息进程的一个转折点 加息力度就此开始放缓 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 让澳洲的股市几乎是全线的上涨 涨幅最夸张的当属锐矿股 CXO上涨近12% LRS涨幅超过了14% 四大银行股的平均涨幅也超过了4% 其中ANZ的涨幅最大达到了4.96% 这其实也解释了很多朋友的一个疑虑 那就是加息幅度在50个基点的时候 为什么银行股不涨反跌 反倒是加息的力度减少的时候 银行股开始了上涨 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利率越高 银行的收益就越高 在整体的一个货币环境较为宽松的时候 企业的发展是比较容易的 当加息开始放缓的时候 市场永远是先于政策的 市场就会觉得金融环境在逐渐放宽 对于未来也更加乐观 因此ASX200收涨了2.17% 上涨了140多点 由于近期欧洲局势的不确定性 避险货币在遇到风险事件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再次走高 并且结合目前美国在一个加息周期当中 美元依旧有走高的趋势 短期的回调 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进场的机会 美元指数依旧是值得我们的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